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由武功先生亲自套刀担任编剧 公司下一步要推出的就是武功先生之前写过的系列小说 由钟总领写网文界众大神连类推荐 为我们作序的是六先生 他说的六先生 就是刚刚在国际上获得文学大奖的那个 对 我本来还想请莫先生 进 找我 是这样的 总部呢最近有一个中高层的培训放在北京了 我在考虑是让你去呢还是让别人去 那个培训我知道 在一个月呢我不去 可你要知道啊这一次的培训关系到以后的晋升啊 那好吧 既然你不想去的话那不就让江丽去了 嗯 那我再考虑一下 好 给你的 什么意思啊 怎么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驾照 我有啊 好的 这辆宝马归你了 不是 这不太合适吧 你现在曝光率那么高 挤公交坐地铁打车 你都不太合适 这辆车也是为了方便你出行 怎么 怎么 这就不适应了 还记得我刚出名那会儿 第一次记者上我家来采访我 我就穿着一破T恤 搭着一沙滩裤 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 差点没惊着人家 武功啊 咱们呢不是为了摆谱 适当地包装收拾一下自己 也是对得起咱们读者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文学还在 文学不会死 我们还能指望他吃饭 站着 还能把钱给抓 明白了 去看看 就他呀 跟我们老五好着 真是 你们干嘛呢 管好你们自己吧 你这是干什么 都是些卑鄙小人 说谁呢 他们呀 在你背后乱叫是非 他们说什么了 说你和Steve分手了 还说你 说吧 还说你 脚踏两条船不说 还要和老五复婚 Steve他就是个备胎 反正乱七八糟的我也学不过来 你没必要在理他们说什么的 我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和Steve分手 但是我知道 你绝对不是那种人 好的 我知道了 完了 不然呢 去跟这些爱管先生的人 一个一个理论一番啊 那他们不是更高兴吗 没关系的 他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 影响可大了 那Steve都要去美国了 这不是因为杀星过渡吗 还有刚刚那个金睿地产的 汪总都亲自过来了 说咱们今年合作的项目 他要重新考虑一下 金睿可是我们的大客户 是啊 那汪总还在他办公室吗 应该还在Steve分办公室 汪总走了 走了 放心吧 汪总是我们YS公司的老朋友了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他还会继续跟我们合作的 那就好 你 你真的要回美国 你会想念我吗 当然 你是一个好的上司 哥 你就不用跟我去医院了啊 真的不用 那怎么说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 咱妈本来挺好的 你回头引来这个粉丝围观 再把咱妈吓着 半老说你长大了成熟了 你还别说你真长大了啊 拉宝吧 我江里姐 真的就不给你打电话 也不回你微信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细节没告诉我啊 有什么细节啊 就你YS公司去演赢那一次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能发生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在小木屋里 我们就共同度过了一宿 什么都没发生啊 什么都没发生啊 当然了 那江里姐 真的跟那个Steve订婚了啊 没有 那好啊 那我得赶紧找他去 你找他干吗去 不让他跟你复婚啊 你多大能耐啊 你就能说服他跟我复婚啊 我要是你我死屁赖脸 都会得跟他复婚啊 你看啊 你给我找了俩嫂子 外加一个准嫂子王薇薇 这比来比去都是我江里姐最好吧 女人啊 在刚刚离婚的时候 对婚姻是会有些失望的 在复婚之前呢 内心也会特别纠结一段时间 我江里姐现在就处于 这个苦苦挣扎的时间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呢 你会发现真爱还是能战胜一切的 王子和公主最终 还是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说得你好像很有经验一样 敢同身受呢 对 我吧也是离了婚之后 我慢慢悟出了这些道理 虽然我没跟邱冬阳复婚啊 你跟邱冬阳复不复婚 有什么区别吗 我告诉你啊 我的事你少管 你别去找江黎知不知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在看什么啊 情侣小木屋 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现在呢 没时间看这个了 总公司跟我们签约了一个 新的战略协议 客户已经到公司了 跟我一起到会议室 见新的客户 好吗 大家都认识 不用我介绍了 武功先生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新客户 武功先生的新书 武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以及延伸电影的宣传和推广活动 都是由我们公司来负责的 可以开始了吗 思雅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吧 好的 我说了这些就是我们针对这两个项目 做的初步方案 谢谢 吴老师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挺专业的 就是缺少亮点 我希望这个案子的宣传推广工作 全权交给江黎小姐负责 你觉得怎么样 史蒂夫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 史蒂夫先生 好的 好 那我希望江黎小姐 以后陪着我参加所有的签售活动 方便我们随时沟通 希望我们能够碰撞出 不一样的灵感火花 但我的手上还有其他的案子 我没有办法全力配合你 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案子 是目前你们公司最重要的吗 好的 这个案子 我们公司不接了 嗯 武够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是在等你呢 请你吃饭 慢慢吃 没人给你抢 嗯 谢谢 你不吃啊 我不饿 不饿 诶 刚回中国的时候 天天吃盒饭 后来就落下病 甭管什么山珍喊微 装到盒里边就不想吃 矫情 饿你几顿 你什么都吃得下 恭喜你啊 恭喜我什么 你那小说很畅销啊 看来你离开YS公司 真是明智的选择 那还不得谢谢你 谢谢你甲公祭司 同意我辞职 让我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你的车不错 很贵 豪车 公司配的 你那也不错 最起码是个新款 彼死彼死吧 我那也是公司配的 我们这些从外地来 上海打拼的人 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都是怀揣着梦想 来到这个城市 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让自己的生活呢 过得比别人好一点 我还记得我跟江黎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们坐在街边 吃着十五块钱的盒饭 看着别人 开着上百万的豪车 我当时还跟江黎说 我说等我以后挣了钱 我就买一辆宝马 我让你坐在车里笑 现在宝马是开上了 也离了 你不吃点 你过来尝尝 江黎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饭 你过来 闹了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 我本来不是想请你吃饭的 但是呢 在路上我改变主意了 你尝尝 看看好不好吃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还行 倒退十五年啊 我连这个都吃不起 倒退十五年 那会儿你在干吗 那时候大学刚毕业 在韩国待了一年的时间 在韩国 薪水低 目价高 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是常事 你爸妈不管你 他们为什么要管 我都承认了 你爸妈的思想很像外国人 是中国人吧 是中国人 但是从我爷爷那辈 就已经在美国常住下去了 我很感谢我爸妈 因为他们从小就培养我 独立自主的能力 我爸妈要是有你爸妈那觉悟的话 没准我早就少年得志了 你知道吗 江黎他离开你 并不是以为物质 我知道 我提醒你几句啊 江黎这个人呢 他逛超市只会去打折区 他买菜一定会去讨价还价的 他也不喜欢有什么奢侈品 他觉得奢侈品性价比太低了 他也从来不带什么金银首饰 只要是他气质属于那种清纯型 他不喜欢那些话里胡哨的东西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他喜欢什么呢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交接工作啊 丈夫是职位啊 还需要交接啊 你就当作是一个前任 对现任的一点指点 让你少走一点弯路 你知道江黎喜欢什么吗 当然知道啊 平时他喜欢跳舞 喜欢读泥彩的书 还喜欢看看焰火 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工作 工作 江黎的确是工作狂 人们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那江黎呢 就是钢筋混凝土做的女超人 不过我相信 有了我 我会把他变成水一样的女人 这么自信 自信是男人最基本的素质 你不也一样 不也是因为自信 才离开了公司 我是看不惯你们俩 在我面前腻歪 我再跟你多说几句啊 江黎这个人呢 我肯定比你了解得多 江黎吧 不习惯过什么好的日子 你要带他去什么 又豪华又贵的餐厅 他肯定吃不惯 你就带他去那些 又干净又便宜的餐厅 他去豪华餐厅 他不知道怎么点菜 他老舍不得点 然后就吃不饱 吃不饱还抱怨 还有斯帕跟他无缘啊 他不喜欢有人 在他身上捏来任屈 我跟江黎分手了 我跟江黎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你 因为我 那我太荣幸了 当然你不要得意 我还有机会 我也这么认为 怎么你是想跟我宣战吗 咱们理解都行 送你一句话一定要记着 谁也是江黎不重要 重要的是江黎会选择谁 来 老江喝点水 莉莉 你干吗去啊 我跟那个案子 今天开签售会 那你今天早点回来 你这是家里 要来客人是怎么的 我看你忙了一上午了 你就别管 来不来客人了 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呗 我是去工作 我又不是去玩的 什么工作呀 大周末的还要加班 那当初你跟我回成多 又得着你现在这么累吗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尽量早回来吧 好 你说这孩子你 文公 我太想你了 谢谢 谢谢 给我们 给我们 这粉丝 我也是 这粉丝 我也是 我都买到了 来 这一杯是我的呢 谢谢 不客气 去看看去看看 谢谢 吴老师 这是我的 好 吴老师 可以给你们登赢吗 登赢 好嘞 下一位 谢谢 吴老师 吴老师 我特别喜欢您帮我签个名好吗 谢谢 谢谢吴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吴宫老师 谢谢 从哪儿过来的啊 北京 北京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吴宫老师 这是送给您的 您帮我签个名吗 谢谢 可以啊 没问题 拍张账 赶面账都没有啊 这孩子认不过的 没赶面账 我去买个赶面账去啊 好 赶紧回来啊 好 谢谢 谢谢 吴宫老师 您好 谢谢 我特别喜欢您 谢谢 谢谢 但是我想跟您提个问题 您在上一本书上说的 那个前女友 她现在怎么样了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我回想起来呢 就是甜蜜 暖 还有希望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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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 我特别喜欢你 也特别喜欢你写的这本书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可以忘了手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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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宫老师 那我终于见到您了 谢谢 我好喜欢您啊 好 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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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宫老师 我想问您个问题 如果您再遇到您的前岳母 您是会选择逃避呢 还是要勇敢地面对呢 我当然勇敢面对了 你气 你妈 谢谢您的金鸣 谢谢 还站着干吗 你还不快走啊 来 走 吴宫 你给我站住 吴宫 你给我站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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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让开 让开 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快 走 你先跑 快 快快快 快 快呀 你妈来了 来来来来 让开来来来 让开 让开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走走走 来 来 阿娃 你干什么 你别管我 你干什么你自己干点事 怡君 怡君 你先来给我出来啊 给我出来 小哥 你怎么你咋了 你怎么给我出来 赶紧来 阿姨 你怎么在这呢 你怎么在这呢 在这呢 咱们在这呢 你怎么在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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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这呢 你怎么在这呢 我怎么在这呢 我是不是走了 对 来 来 你说我跟你躲个什么劲啊 不是不是不是 这事不对啊 什么不对啊 你咱们俩现在这么纯洁的关系 我见了你爸还要躲吗 那就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躲呢 只能说明你心里有鬼 对 我心里有你 你还让我这个妈呀 为了你的事 我被保安 带到保安室里溜溜的被批评了 一个半小时 我又写检查又写保证 我又赔礼道歉 我 我的干面杖也被人没收了 你笑什么笑 有那么好笑吗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跟那臭小子 绞合的一起去了 你没看出来呀 他是以工作的名义 在接近你 我看出来了 那你还往上凑啊 我那是为了工作 那你一点私心残念都没有 真没有 好 你没有 没有 马上就跟那个斯蒂夫 给我结婚 这是两件事 这怎么讲两件事 这就一件事 你结婚我放心 让那个臭小子彻底死心 是 不用了 你去现场等我吧 你装是上镜也需要 都画完了 一会儿再补 你跟我说话 能不能别这么公事公办 现在本来就是工作时间啊 你饿不饿 我减肥 我饿了 你不是刚刚才吃过吗 我刚刚没吃饱 那情况你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 你怎么弄得跟个小跟班似的 以前都是我跟你买饭的 那我现在挣的就是这份钱 算了不吃了 让你一给我买饭伺候我 我可不习惯 你现在出名了 以后伺候你的人 哪得排着队 出什么名啊 我就是想 把点字 挣点钱 别吹捧我 吹捧得我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吧 马上开始了 好 我怎么有点紧张呢 你还会紧张呢 我当然会紧张啊 你说我上电视 算不算替我父母 扬眉吐气一次啊 算是吧 一会儿 你得站我旁边 我看着你我就不紧张了 不行 我得站在台下 那反正你得让我看见你 好吧 走吧 对不起 按照规定 没有邀请函 任何人都不能落泪 那 能不能麻烦您 帮我把这束花 转交给武功呢 实在抱歉 按照规定 我们不能接收任何礼物 谢谢 喂 喂 你来了 怎么 你不想让我来啊 怎么会 可是武功好像不想我来 我连邀请函都没有拿到 对了 帮我恭喜武功 我早就知道 他会有成功的这一天的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恭喜他 喂 刘薇 邀请函的名单不是无你的 从出版社起 你就一直鼓励他帮助他 我相信这一刻 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在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哪 还是当我好骗啊 是啊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可是现在他希望站在他身边的人 还是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呢 我一直以来 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属于我的男人 我付出这么多时间 情感 默默陪在他身边这么久 可结果呢 以前你们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那么待在他身边 就挺好的 可是后来你们两个人分手了 我就在想啊 也许是老天在给我一个机会 他在告诉我 该是我得到回报的时候了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感情的事情 你的付出和回报 永远是不可能成正比的 除非你们两个人是相爱的 但我不会跟我公复婚的 不重要了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我公的面前 我永远都只能做付出更多的那一个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我就只能自己离开 其实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比我更适合做备胎 其实啊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备胎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不会觉得自己在付出 一旦你觉得在付出 开始计较得失 那已经不是爱了 吴公先生您好 关于您的这本新书啊 我想代表热心的观众 问您几个问题 您问 你看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你 尤其是女观众 喜欢你的文字啊 喜欢你的颜值 而且听说您现在是单身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择偶观 我的择偶观其实很简单 我喜欢的姑娘应该是像 我小说里面的林欣欣那样 喜欢这款的啊 有坊间传言啊 林欣欣的原型 其实是您的前妻 没错 好 你看很多观众啊 都非常期待这本书的结局 您能不能够今天稍后 跟我们提前透露一下 我觉得这个结局 它是开放性的 它有无限的可能 好 那接下来问您 一个稍微隐私的问题 可以吗 你问她 浩江 你看什么呢 我叫你半天了 你都不吱声 神经兮兮的 你看什么 刚才您有透露啊 林欣欣的原型呢 其实就是您的前妻 那您现在的婚姻状况 是大概什么样子 我说不让你看吗 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武功他爸他妈去 我要亲口问问他们 他们想坏害我女儿 祸害到什么时候 你站住 这个时候就不要添乱了 好不好 要去我自己去 不用你去 我警告你 从今往后 李里的事不用你参谎 要谈我就谈 您有考虑过跟林欣欣的 原型复婚吗 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当然求之不得 是不是为你 换一句 快乐的春音乐 忽然掉进了 回忆 最怕我快乐悲伤 都是因为你 终于我宁愿世界 不再有爱情 总有一天会过去 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自己求 爱情 江林 我送你吧 不用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 打车多贵啊 反正我有车很方便的 出租车的钱我还是出得紧 我能吃了你啊 好吧 但是我不回家 我得先去公司拿样东西 没问题 走吧 好 我上去拿了文件 我们就下来 好 好 喂 我猜你也是 刚看完武功的 发布会直播吧 我有个问题没想明白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把江丽派去给武功当跟班 这不是给他们制造机会吗 我跟你说过 不要干涉我的私事 我明白 你是想表现得更大度一点 让江丽自己在你和武功之间做对比 但你怎么就那么有把握 他一定能选择你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好 你就不要再对江丽抱有幻想了 还是聊聊咱们的事吧 好 洗耳工程 那个视频感觉如何呀 凤兰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跟你结婚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我不用考虑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 我是不会同意的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是发生了关系 但是请你听好 我 是不爱你的 好啊 那就假结婚 只要你把我搬到美国 我立刻跟你离婚 当然了 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 我也可以考虑继续跟你生活下去 你利用我 开始我并不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我觉得我要现实一点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敲诈 我是可以报警的 好啊 那我要提醒你 在警察面前 我肯定会实话实说 咱们也可以请一些媒体的朋友来采访 告诉他们我的顶头上司 是怎么利用职权对我实施职场潜规则的 这点我想他们会更吸引眼球吧 这周我的培训就要结束了 你想好了给我答复 你 你 你 李李李李李我可以向你解释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 其实事情不是向你想象的那样的 那那我刚才听错了吗 你默认了 我那天晚上喝了太多太多的酒 我以为我躺在我身边的 是你 你真的不需要给我解释 我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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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了 送我回家 出什么事了 什么也别问 莉莉 什么都别问 今天发布会挺成功的啊 我特满意 谢谢你啊 肚子哥不玩 咱们吃香叶去 我不玩 你记不记得 咱们以前老去吃的那家小红包 特别贵 特好吃 以前咱没什么钱 只点了一楼 结果你一个都没给我留 全被你吃光了 今天咱们吃下 你得给我补上啊 吃完我送你回家 你们闹别扭了 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他要是欺负底就跟我有关系 爱情这东西 就像我书里说的一样 只要是真爱 那就一定白头偕老 坚持到底 只要让你感觉到 上当受骗 中途夭折 那都不是真爱 顶对就是个伴儿 你跟他不过真的走心了吧 说完了没有 停车 干吗去 行了 我不说了 莉莉 莉莉 你回来了 这么晚还没睡呢 等等 莉莉 武功的新书发布会 我和你爸从电脑里看了 怎么回事啊 他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 莉莉 我告诉你啊 武功就是再有本事 他写书能写出一套房子来 我也不稀罕 你也不能跟他复婚 你要跟他复了婚 他妈能说什么 我这心里都知道 他妈肯定就会说啊 那个 我们家不好的时候 你们老将家 跟我们家离了 我们现在好了 使劲又往上扑 莉莉 我跟你说 我一眼都不想看见 他们老武家的人 我和武功是工作关系 他说什么是他一厢情愿 跟我没有关系 什么叫一厢情愿呀 那你们俩现在的行为 就没考虑过人家斯蒂夫的感受吗 跟他也没关系 这 我跟他分手了 什么 分手了 这好好的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呢 你这个孩子 是不是因为武功 是不是因为武功 你们俩最近走得太多了 所以让人家斯蒂夫多想了 是不是啊 你这孩子不就这么不听话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离武功远点 离武功远点 你就是不听我的 现在怎么办 斯蒂夫跟你分了 分了 是的 有话跟孩子好好说 什么叫好好说 我这儿跟他好好说 他听吗 你跟他好好说 你来 你跟他好好说 跟施蒂夫真的分手了 跟施蒂夫真的分手了 是你的原因 丫头 我说 岁数越来越大了 在感情上 不能太人性 你老爸的阅历 我也不看好那个施蒂夫 我可是背着你妈跟您说的 一老爸的阅历 我也不看好那个施蒂夫 施蒂夫从小在国外长大 你们俩真的在一起 那可可斑斑的事情肯定不少 至于说武功 孩子倒挺实诚 可是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他的说我都看了 老话说得好 温柔其人 武功这孩子 身上最大的优点 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爱梦想 可人一辈子怎么能 老在梦想里生活呢 是 他现在写了一本书 他火了 但是能火多久 现在外边 能写书的人多了去了 老爸一直在想啊 能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陪着你走到老 从这个角度说 那个施蒂夫 还有武功 都不合适 你站这儿干什么 你说话声音大点啊 我什么都不听见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是因为什么 跟斯蒂夫分的手啊 孩子进门以后的情绪 你都看到了 这个时候你还在追问他 因为什么分手 还有意义吗 可是我觉得斯蒂夫这孩子 真的是特别好 我这不是也是担心 担心咱们莉莉跟人家 分了手以后 再也遇不到 这么好的缘分吗 这不是 你坐下 干吗呀 你坐下 你刚说了 你觉得 你是在以你的标准 给莉莉找一个 你所需要的女婿 你考虑过莉莉的感受了吗 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做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助孩子 能够平安地度过 我这段感情的空窗期 别再给莉莉增加压力了